一根钢丝夺走多条人命 船员乘客全部被割成两半 唯独小孩活了下来 本期里搁带来电影《幽灵船》 1962年一艘豪华客轮行驶在海上 伴随着红衣舞女的演唱以及乐队的伴奏 乘客和船员们在甲板翩翩起舞 船长牵着女孩凯蒂的手共入舞池 原本气氛充满田径浪漫的气息 结果下一秒一只神秘的手启动秘密机关 紧接着一根锋利的钢丝从甲板划过 站在甲板上跳舞的乘客和船员们 身体全部被割成两半 凯蒂由于身高的优势 侥幸活了下来 转眼许多年过去了 一艘商业不劳队经常打捞沉船 这天船长莫菲带领着船员们干了一票大生意 赚到不少钱 晚上一行人到酒吧庆祝正喝得惊性时 飞行员杰克突然前来主动搭讪 他自称为气象巡逻队工作 巡视的时候发现一艘大沉船 因此找到莫菲等人 要求他们帮忙打捞 并表示要拿到20%的报酬 经过一番商量后 莫菲一伙人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但只会分给杰克10%的酬劳 杰克答应了 随后杰克跟随船员们费尽一番周折 总算是找到那艘沉船 到达目的地后 莫菲定见一看 这不是1962年失踪的那艘豪华客轮吗 很多布劳队做梦都想找到这艘大船 听完莫菲的话后 船员们既紧张又兴奋 接着莫菲安排船员格瑞和杰克留守布劳船 莫菲带领着剩余的船员登船 巡视船上的情况 登上船后 众人看见各种奇怪的现象 巡视过程中 船员摩登不慎踩落地板 而当船员艾普斯上前救援时 无意间瞟见一个小女孩 回到布劳船后 在杰克的询问下 艾普斯将此事告知于他 杰克安慰艾普斯 这应该只是幻觉而已 隔天莫菲带领船员们再度登船 让船员桑托斯留守布劳船 应对紧急情况 在巡视一个泳池时 艾普斯发现地上都是子弹壳 当他准备爬出泳池 女孩竟再一次现身 艾普斯吓得跌倒在地上 待艾普斯醒来后 女孩早已消失 而杰克却突然出现 两人结伴离开泳池 就在这时 泳池就像有生命一样 自行吐血 鲜血瞬间溢满整个泳池 不止艾普斯 莫菲在眼前也出现过不可思议的现象 通过镜子 他竟然见到这艘克伦的船长 虽然对方只是惊鸿一线 却把莫菲吓得心里颤 种种诡异的现象 让船员们萌生退役 可艾普斯却在货舱找到一大堆黄金 如果能够成功运出去 那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于是莫菲决定不在船上多逗留 直接将黄金运走了事 但就在他们准备原路返回时 布劳船却遭遇意外 瞬间炸成一堆碎片 桑托斯因此丧命 迫于无奈 众人只好回到船上 另想办法 可办法还没想出来 船员之间就开始内讧了 格瑞想造个船法 立马离开这艘船 艾普斯则想利用手上的材料 修理好这艘舊船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原本团结的船员们 分散在船上的各个角落 格瑞独自在克伦上的舞厅喝闷酒 突然间1962年的情景 如同全息影像 出现在格瑞的面前 他被一名性感的红衣舞女迷的神魂颠倒 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另一边摩登和船员 道齐高兴地吃着罐头 可吃到一半 两人发现罐头里已经怕满虫子 一阵恶心顿时涌上心头 船长莫菲也遇到怪事 早已死去了克伦船长再一次先申 船长递给莫菲几张照片 看完照片后 莫菲了解到克伦隐藏的秘密 凭借着直觉 艾普斯成功找到那名小女孩的尸体 原来她就是当年跟船长共舞的凯蒂 化成鬼魂的凯蒂 尝试告诉艾普斯一些事情 结果被某个神秘人给吓跑了 紧接着莫菲找到艾普斯 却误把她当成别人 上去就是一顿暴打 好在艾普斯是个女汉子 再加上捷克的帮助 莫菲被关进一个小黑箱 后来凯蒂再次找上门 这一次她带领艾普斯回到1962年 看清这艘克伦所隐藏的肮脏秘密 当年有一群歹徒 劫持这艘克伦 目标就是那一堆黄金 杀害大多数船员和乘客后 当进入分赃阶段时 一名假扮成船员的歹徒 开墙杀害了同伙 本以为能撕吞黄金 却被红衣女郎一枪干掉 接着一位神秘人的身影 黄汉出现 红衣女郎还与她激情热吻 谁知下一秒 神秘人竟动用铁钩 杀害了红衣女郎 在凯蒂的帮助下 艾普斯看清了神秘人的嘴脸 竟然是杰克本人 艾普斯瞬间明白 原来杰克就是幕后黑手 随后她来到小黑箱 可莫菲早已溺死在里头 而摩登和道奇也遭遇意外 接连死去 杰克化身成道奇的模样 想博取艾普斯的信任 结果被对方给识破 杰克开始介绍自己的身份 原来她是一名灵魂收集者 到处残害人命 反正不是个好人 最后女汉在艾普斯拼尽全力 引爆埋在船上的炸药 炸毁整艘科伦 伴随着科伦的沉默 在1962年死去的无辜受害者 灵魂也回归西天 得到解脱 艾普斯运气不错 被一艘刚好经过的船只救下 捡回一条性命 可当她在船上休息时 却看到船员们正在把黄金搬到船上 而且杰克竟没有死 还跟着这堆黄金一起登船 披上贪婪的外衣 活向一只饥渴难耐的畜生 汲取无辜者的心血 生而为人 一生一灭 一垢一净 一丝邪念葬送无数鲜活生命 心中的贪婪逐渐膨胀 与其相比 病毒 疾病和死亡 根本不值一提 人性的黑暗面最为邪恶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黎哥 原作登展 照亮你心